汽車的用途廣泛 為因應各種氣候及地形 輪胎業者紛紛發明了各式各樣的輪胎 以離車主獲得更好的駕駛體驗 今天我們來談談輪胎的種類 按用途來分類的話 基本常見的類型有四種 普通胎、防爆胎、高性能胎及月夜胎 普通型 路上最常見的就是普通型輪胎 普通型是以舒適、內用、降噪為出發點去設計 普通型會在依據季節分為四季胎、下季胎、冬季胎及雪地胎 這些輪胎只能在相應季節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例如下季胎的橡膠就只適合在溫度較高時使用 冬季胎的橡膠可在低溫時仍可保持柔軟度 並提供足夠的摩擦力 雪地胎的胎紋較為細物 以便在冰雪的路面獲得更好的找地力、防爆型 防爆胎也可稱為失壓軸跑胎 這是以強化胎逼的方式 讓輪胎在失壓的情況下 依然可以在一定速度內行駛 至於可行駛多長旅程 會依廠牌而有所不同 不過因為這種胎價格較高 在一般防車上較少會配備 而且由於胎壓不足 仍能短暫行駛 若車輛沒有胎壓監測系統 駕駛會無法即時知道胎壓不足 反而會因為這個特性更危險 高性能型 高性能輪胎一般都是專為賽事而設計 這種胎能保證良好的找地性能 同時還有足夠的穩定性 高性能輪胎還能再另外分成熱熔胎 半熱熔胎等類型 月夜營、月夜營是行駛路面 可分為三種 HT 胎 從英文直接翻譯過來就是公路胎 可在公路上提供良好的舒適度 A toy 直譯就是全地型胎 是駕於HT 胎與MT 胎的輪胎 也是大家最常使用的輪胎 MT 胎 泥地胎 這種輪胎也只有專業的月夜玩家會使用 強大的找地性使車主可以更輕易的征服各種惡劣的地形 要駐輪胎看可以看到三碼數字、兩碼數字、一碼英文、兩碼數字的資訊 就是這條輪胎的規格 像這條輪胎 2U55R17 15是輪胎胎面的寬度 單位是公里mm 55是輪胎扁平比 就是輪胎的高度或清厚度 跟胎面的比例 單位是百分比 算法就是胎面寬度S以這個為例 就是215 55 118.25毫米 所以扁平比數字越少 輪胎會越薄 R是輪胎的結構 最常見就是 輻射層 還有其他的D 還大交叉層D 交叉層D 比較常在鼻胎上看到 17是輪圈直徑 單位是寸 有時候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規格 21545 G17 跟上面常見的不太一樣 當輪胎設計使用最高速 超過240千米每小時時 就會用CR或CB取代原本的輪胎結構標示 像這條標示91萬 可使用最高時速為270公里 輪胎的製造日期也很重要 可以在輪胎上看到 有一個長型膠狼狀的坑坑裏面 有4碼數字 在P字的下方 這個就是輪胎製造時間 資訊是由兩碼兩碼組成第幾週加加那一年 像這條輪胎的是1417 就是2017年第14製造 通常一般輪胎保存期限是5年 挑選時建議買兩年內製造的輪胎會比較好 這條胎的型號叫做Primacy 3ST 在3ST的下面也有標示這條輪胎的尺寸 2155R17在旁邊有個94幅 這也是輪胎重要規格 代表輪胎的負荷指數與速度代號 負荷指數 此輪胎最大載重量 如果記不起來 在旁邊也有英文標示此輪胎的負荷指信 像這條最大載重670公斤 1477磅 最大胎壓51S350KPA 此外 在米奇林寶寶圖像旁邊有個Outside的字 代表該則向外 輪胎除了尺寸規格之外 有人考慮輪胎內不內磨或找地力好不好 這些資訊可以在輪胎上看 以下說明Tradware Traction與Temperature所代表的意義 Tradware內磨指數 顧名思義就是輪胎內不內磨 會有個基準胎與受測胎 在固定的路線行使固定的距離 最後 檢視基準胎與受測胎的磨耗狀況 若受測胎磨耗程度與基準胎相同 則受測輪胎的內磨指數就是Tradware 100 像此輪胎是Tradware 320 代表比基準胎內磨3.2倍 內磨指數只能與品牌比較 不同品牌不能一起比較 Traction找地性 以美國聯邦規定在濕滑拍油與水泥路面進行測試 所得到的動態煞車性能數據 只有直線動態煞車性能 不包括轉彎及蛇行 分成四個等級最高級 AA、優等A、標準B、比標準低C 此輪胎拿到AA指數 Temperature溫度指數 温度指數是指輪胎的散熱能力 是在室內實驗室測試 輪胎在滾輪機上高速滾動 來測試內熱能力 分成三個等級 A是時速超過184 KM115mph B是時速160 KM到184 KM之間 85mph 100mph 因為溫度過高 會影響安全性與磨耗 所以在國際市場 至少要達到C級以上 才能上市銷售 此輪胎拿到A級 首先是新輪胎與使用期間 製造日期超過6年的輪胎 不准安裝於汽車上 建議輪胎使用期間 自製造日期開始起最長10年 以使用狀況縮捲換胎期 但這魔狗的輪胎 我也不敢用啊 有三種狀況 其中一個出現 就代表應該換胎料 1. 輪胎胎面磨到警視線 或者胎紋深度不中1.6毫米 而且胎紋低於1.6毫米時 去DVLA定期檢驗 或臨時檢驗肯定不會過 胎壁三角警視標記 如果磨到胎壁的三角警視標記 也代表輪胎該換料 如果是米其林輪胎 胎壁的三角警視標記 會變成一個米其林寶寶的圖樣 輪胎老化 輪胎使用狗料 再胎面 胎壁可能會出現均裂 或者橡膠硬化等老化現象 行駛時輪胎溫度會升高 輪胎狀態不好 有可能行駛到一半爆胎 為了確保行駛安全 建議提早更換 如果有出現下列狀況 也可以提早更換 例如 輪胎窄到釘子 再胎壁、再胎面還可以補 再胎壁或胎面與胎壁處 建議更換 因為補了輪胎結構 也不如以往 輪胎表面鼓起 輪胎胎紋吃單邊 代表輪胎定位跑調 需從新定位 胎壓該打多少 通常在車子駕駛座B處上 可以找到一張胎壓建議直的貼紙 車主搜索上也會有胎壓資訊 單位可能有八大氣壓力 CAPA-1818CAPA-WASIBB 對台灣人來說 比較習慣用曬 而且原廠會針對一個人 兩個人、四個人 外加行李不同的胎壓建議直 原廠的建議直都是冷胎壓 輪胎在冷卻的狀態 行駛一段時間後 輪胎溫度會升高 此時的胎壓會比冷胎壓高 胎壓不足的話 輪胎偏遠 輪胎接觸面積較大 阻力相對變大 油耗也會增加 煞車性能降低 長時間胎壓不足容易使輪胎變形 影響輪胎壽命 胎壓過高的話 輪胎避震效果降低 行使舒適性降低 接觸面積也會變較少 爪地力下降 氣溫高或長時間行使 容易發生爆胎危險 轉身 寫出一段時間 寫下